杨姨在门口 杨姨在门口 你好 我找她 一块儿啊 嗯 今天我摆了信息 为什么不回我信息 不可能回你信息啊 我再用另外一个手机剪视频 已经剪了 已经剃好了 对 有没有一种 对美好事物的幻想 没有 太丑了 哈哈哈 你为什么要剃旁边 他还是想要 把上面的头给扎起来 对我就是想扎起来 你头看起来这么大 这脖子好长的 你们都喜欢 先把扎起来 就烧了 你把它捡解剃 你管看起来 你管治啥 搞定了 这脖子要缺吗 这脖子要缺吗 那下面筋 那下面筋 背筋 艰莓 别烧了 太尴尬了 好久没有那种渣男的感觉 不好看 太短了 你看你后面这里有一块 这里拖起来 骨头来的 多了一块 多了一块 骨头 这人就是有毛布 看什么看 是不是你出了问题 他剪了这个头发之后 我看他哪哪都不顺眼 翻脸不用人 太丑了 他还想绑起来 翻脸不用人 跟以前 太残暴了 跟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永非九流差不多 气死了 哈喽 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 大家好 我是红鸡 出发去码头 在整个山东热灶这边 有四大个码头 我们上次拍的那个码头 很多网友说 那还不是最正宗的 对 还不是最正宗最便宜的 据说还有更便宜的 也有网友在说 我们这样子讲价格好吗 其实 他愿意卖给我们就卖 不愿意我们就不买 不会说强制买卖的 再加上跟大家说一个 大家如果对我们讨价还价 有这个意义的话 可以去一趟海南岛 山亚临水 你去那边问当地人 你说最近是不是物价涨了 非常多 因为旅游带动的不只是经济 还有当地的物价在飞升 大部分拉动物价飞升的 就是外地人 不懂价格乱讨价还价 然后物价就会慢慢的被炒高 直接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按照本地人的价格 来买东西是最好的 大概以后都不会影响到 也不会影响到本地人的生活 今天我们去的是 据说是 就整个日照来说 价格方面算数一数二 应该是算最便宜的一个港头马口 对 万一到了那边 然后又有网友说 这个还不是最便宜的 但是我这次去不是很想说买那种非常便宜的东西了 像海星那种 没有必要买 那种我们就是上市试一下 尝尝鲜 对就试试味道的 其实那东西并不好吃 我们车子没有 现在只能说 坐公交 打滴 坐公交过去吧 十几二十公里 那么远 那就不是要坐一个 所以我时间说比较急 我刚刚一直在催你 要坐一个半小时才能到 多少钱 我们两个要坐三十六斩 超丑的头发 哎呦 你看得屁啊 那个能看得到 你看你的大光头 这个是不是有浮象啊 面门很宽的 额头很宽 那那个 你是因为猪 那那个等于那个贝勒爷 他不是 对 跟你差不多 你别动 我们今天走应该 二十多公里吧 单程二十多公里 单程的话只要两块钱 我看了一下这个 坐的车还是要转车的 可是很方便 开通了一个码之后呢 他可以直接到前面 扫一下 然后就可以坐了 超级给力 感觉突然好像下雪了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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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全部来了 什么来的 雨雪 是雨吗 感觉跟下小雪一样 所以说不要说 好好的 本来有车开的 五十分钟的东西 搞到现在一个半小时 等车 还要等车 冷啊 打车过去很贵 两个人估计五六十块钱 最少了 五十加十公里 买个海鲜都可以了 对啊 等等吧 再等等吧 等了十二十分钟 再不行再打车吧 哈哈哈哈 笑的酸个傻子 刚刚刚刚刚刚刚就说 你这个衣服牌子是什么来着 他说是不是和平调 哈哈哈哈 和平 和平调 和平调 我说啥 和平调 有区别吗 太平了 他说和平调 差不多一个意思啊 哇 这里不知道干嘛用的 那边好像一个高尔夫球场一样 张家台 到了下车的时刻 请从后面下车 是不是就到张家台 到张家台没有到任家台 这里旁边就很多渔港了 就得说正儿八经的海边 我们就到二弟弟吧 啊 就到二弟弟吧 对啊 怎么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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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怎么搞搞的 大家你们去赶海了吗 嗯 赶海啊 嗯 赶海鲜啊 不是干海 不是干海 没的啊 去买的 嗯 还干海 这边买很便宜嘛 二十八都没便宜 一大堆 那边是皮皮虾 这个是真实的 你这里买的多少钱 这个土的 这里买的多少钱 这个不是土的 小姐可以看一下你买的啥吗 可以看一下吗 这里也有鱼杆啊 小啊 贵吗 也挺多三五斤 你们去买多少钱一斤 十块钱 谢谢 感觉夏天的时候来这边肯定很好玩 明天有房车的开车过来这边驻扎 对啊 你看这里有停车场 对吧 驻扎之后呢在海边赶海 那边全部是大海 没变管 人家台 下车的乘客请提前按理 人家台 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 哇 超级大 大呀 这个鱼杆啊 哇 哇好多人啊 哇 哈哈 哇哈哈 这里这里这里 这里应该是他们走出来的路 走这条他们走过路就行了 哇 全部都是鱼 可以可以跟我来 follow me 今天要不要买点海捕大虾 海捕大虾 你看人家大妈买的超值哦 买那种 好吃一点多肉的 多肉的 多肉的 对 我看大妈买都是小的那种用来浇盐 白卓太小了 照样还可以 好多渔船啊 呃 都是出去打鱼的吧 对 刚回来估计是 很便宜啊 主要是很便宜啊 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过来 就是为了探点便宜 哈哈 而且好吃 我们做了4块钱吃 对对对 两个人的话做了4块钱 来回8块钱测费 来回大概50多公里吧 还行 快点快点 哈哈哈 你别着急 不要飙进市场了 我们叫它码头就行了 这里就是码头 里面是市场 它感觉市场里面 稍微来说应该贵一点吧 码头里面的新鲜又好 好多啊 我听一些渔民说 他们都是 要算好这个潮汐时间过来买 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要在 落潮之前返回 嗯 就是这个家 给他吃个钱不掉 我买的嘛 我买的十块 行吧行吧行吧 我还要给你算钱 你以为要有九十块钱 五块钱你不要老留了 那五块钱哎 吼什么银剑 石头鞋 啊 那种 很丑的鱼 哈哈哈哈 对啊 很丑啊 这个叫什么鱼啊 不知道 给小花儿养年 没有皮 没有年纪 丑八怪 那时候这种白的 看着 这个跟鲶鱼一样 有胡须扒了皮 没扒皮吧 扒了 没有 这是它扒过皮的 这里还有 这些应该都是野生的 好货 对 它这都是野生的 哎这个好 这个十百 这个十百 喜欢吗 嗯 喜欢拿走 哈哈 你又不是老板 哈哈 大哥 梢子蟹咋挑好了 怎么吃怎么挑好的 这个不好呀 这个不好呀 你要怎么样才算好 哇 这个顶盖的感觉 你看后边啊 对啊 这里还行吗 嗯 就小 就小了 但是还是苦 这种 还是苦 一般的话给多少钱 就是如果要好的话 这个啊 啊 这个啊 这个就是 十来块钱钱 十二块钱 嗯 十块钱一斤 十块钱一斤 十块 哦 你翻过来呗 别弄死了 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 十八一斤 十斤不就是180 不是 你是喜欢的 啥 海螺 这个 黄虾 爪鱼 看一下 这球喷叶多少钱 帮着这种 帮着 你看 这种胶着感 这种粘稠感 你别笑啊 以前我抓到过野生的 是那种长烧 你这个头 感觉跟锅盖头一样啊 有点冷啊 有点冷 这种 看着不是这种 你妈 太吵了 东西还挺急的 你女儿来 跑一下来 看一下 你女儿来 跑一下 你开个五十块钱 是吧 来 看一下 三十两盆 你女儿 平平小 来 来 三十两盆 来 三十两盆 来 二十两盆 三十两盆 三十两盆 嗯 来 你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我先过去 十五只一盆 帅哥 少着吧 两个猪猪猪吃 我先看一下 试试 冷啊 真的挺便宜的 我感觉 其实海产都是差不多的 这边都差不多 但是这边的话 鲜活 很鲜活 怎么感觉 大多数都是皮皮虾 我想买点海虾 海虾 海虾有的被人买完了 海虾比较好啊 这些海虾 这些有海虾 我看出来啊 漂亮的吧 你太小了一点感觉 先看一下 太小了 哇 真的好哇 好漂亮 哇 可以可以可以 确实漂亮 还有例行你喜欢的海胆 这里有 这个那么小 太小了 棉花 哇 好美好美 哪一家 哪一家 那个海虾 海虾你想要吗 那走 就买点白桌呗 简单一点 这个大一点 这个大一点 这个 没那么新鲜 特别稍微新鲜 要不要抛些 要不要抛些 钳子 那是那边的吧 嗯 不行啊 来 哎 你看 哇 那么大的海虾 大事不来 你那是一匹啊 拿着一块 这个是 太子 那是两个 你那是一匹啊 你那是一匹啊 咋嘛 那是呢 石斑鱼 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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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怎么叫黑头 哈哈哈 不懂 不懂 不要皮皮枪嘛 还是食一盘 还是食两盘 我不想吃 这些都是野生的 都是野生的 就在这个码头上 就没有养殖的 你就放心 这十九宫 哎 对对对 啊 猜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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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的确实挺搭个的 嗯 皮下挺搭个的 二十一配三十两配 多么便宜啊 是 价格便宜 一盆的话 三五斤有 嗯 差不多 三五斤 都五斤多肉 你咋想要不要来一盆 你还要吗 我还听小吃品一下的 那你买 我看一下哪一盆吧 嗯 就给我十五块钱一盆 ok了呗 那就那么个十二吧 十五块钱一盆给我 可以 只要是我看了这么大的 有这么大的 我就不想走了 哈哈 我现在是比较水啊 它不是很肥的时候 哇 好多鸟啊 哇 哇 我没工业弄的条肉 在那味道 我没工业弄的条肉 在那味道 好漂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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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火吗 来 然后再下火了 再下火 二十一盆三十两只了 这鱼咋 那个鱼一盆给个四十吧 一盆给四十 对 我吃不了 两个人吃不了 两个吃不了 那就是三十一斤 那你自己敲吧 三十一斤 三十一 乱一点吧 我看着他们也是快睡着了 这个熬白桃快好了 嗯 这个是青的 哇 好漂亮啊 这是鸟 拍样子 这里应该有三斤多 这是海鸥吗 对 我找微信有吗 有 再给你弄 多少钱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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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块钱 哇 15块钱 我给你抽着 看一下多少钱 五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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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厉害 有点厉害 三小台三块钱一斤的PP虾 活的 你们这边都没有按筋算的都是按盘算 不是 按大的按筋算 这个小一点的 这种不大 那种大的但是一样吃 一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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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大的是卖完了 大的鱼饭都弄去了 大的鱼饭都拿走了 但是这点也不耽误吃 那为啥去吃那个 是不是大的 对对对对 太小了你吃什么 大的你留着嘛 你小的这么小你用来干嘛 你自己说煮了你自己不吃有什么用 它不会放了 你看这么小一点 放回去明年再过来吃吧 还活着吗 还活着 有心跳 他们是不是在海里活的 他肯定海里活的 不然他 海鲜都在海里活的 你真的是说的话有点有点有点 等一下你扔一下这些海鸥马上就吃掉了 不会呀 他潜水 你看潜水 是吧 还活着 马上游走了 太小了就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这一组都不要 都不想吃的东西 你看这么小的螃蟹 没心跳就没办法 还活着 你还带这个听诊器的 一看就知道 它都不会动了 动都懒得动 你看没心跳了 这海鸥动的就放下去吧 年纪轻轻的 估计是虾爬子中的阿溜着 小小的就出来后 结果就被换人抓住了 不是 被医民抓住了 还挺多小的 那你整袋都扔完了 不会呀 大的我不可能扔了 大的这种是什么说呢 阳寿已尽 对吧 它是一个因果循环的东西 太小了 吃都不想吃的东西 还有点呼吸 对 还有点 没了 就这么多 也有个四斤左右 也够我们两个人 15块钱好便宜啊 对啊 3块钱就比一下 3块钱 再买点其他嘛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海鸡吧 那是3斤 不便宜 12块钱啊大姐 啊 12块钱 不卖就是15 你要不就给你装哈 刚挑出来的 可以吧 少少少 嗯 你没装备点 我看人家买才10块钱 哎呀 10块钱买不着 有水啊 有水啊 水没到 我看人家没水了 有 有 到的是 你用这个鞋扎一下吗 没有了 就一点点 那个水多半斤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是15 我就逗你玩 哈哈 22 22 哎呀 买单的老板 这批虾咋买 这批虾咋买 你批虾 16吧 16一斤 嗯 8个人 17啊 哦 这个个子是挺大的 有高没有 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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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吧 多少钱来的 22 下次 留着下次 你下次买怎么黑 美女吃 你那么贵 买了一大堆了 我可以去买了 哎呀 我说买我的你不买啊 我不也有10块钱一赔的嘛 哦 我玩一下你的八爪鱼啊 啊 总叫啥 长烧啊 这个 嗯 你看 我之前抓到的就是长烧 它这个触感很舒服啊 就 哈哈 就像小孩子摸你一样 哎呀 没有短的 这个 短的 这个短的 哎呀 这多少钱 那个就一条 你抓个十八一斤 能送我一条小的吗 哎 不 送我 就一个小的 一个也不给 你一个都五块钱 哇 一个五块钱 我就拿着玩的 小孩子喜欢玩 拿着你要五块钱 来来 送给他人费 走吧 我付了钱了啊 付了 一个17 一个15 一个22 哇 这一匹比较来 其实像这种大的才是舒服 这么大的 这一匹比较大四两匹的 来大四两匹来 可以下来 可以下来 拿回来的猛猛吧 花盖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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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伴冲着 一切都半斗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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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又被了面 又被了面 不是 不是 有没有水的问题 是带着很重的问题 非常沉 非常沉 一会儿的 三十五两区 二十一块钱 走吧 你要不要螃蟹了 螃蟹你要你就拿嘛 再找一点大的 不要这个小的 你不要 不够大 谢谢 阿姨考 不够大吧 还可以 感觉还可以 那我发现它就好了 谢谢咱们 而且你要敲的话就四十一斤 全部的话就是三十五 你看那个 你刚才看了 你看那质量 你看那质量 不肥呀 你看还不好呀 还没摸下来 你看还不肥吗 这都是抹线呀 你敲的话就不肥 你敲的话就不肥 你脱上看就叫三十五 就那点 它是美胶肥 这个质量特别败 感觉有点贵 你看 那你就去买带贵的吧 带大一件一百多一斤 你看那个脚里面都有 还不败 再看一下吗 这个质量超过 你先看一下 再确定要买哪一家 三倍 你想吃吗 两盆二十块钱 两盆二十 两盆二十 六十 二十 两盆二十 那这盆十块钱给我呗 二盆二十 那这盆十块钱给我呗 二盆二十 那这盆十块给我看一看 哪个 十块啊 二十 那两盆二十 这个十块给我呗 两盆 我手机是两盆四四 一盆二十 一盆二十 一盆一盆四四呢 十五块钱给我呗 四个盆四 十五 你问我去拿个车架 你看 十五块钱都拿走 拿走 你看看这个车架 十五块钱 十五块钱 别人都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哎呀 前面我还不用跑那么远 人家七块钱一大大 我买了 有了 十五块钱 哎呦 好冷好冷好冷 你们出你们可以跟着去打鱼吗 出海打鱼 还敢 实在不敢去 太冷了一点了 不敢去 不敢拉你 不敢拉你 我买了车贤 你还可以把我扔下去不算 不要把我扔中油 不是 不上把车贤 你还不敢把我扔下去不穿 哈哈 不是 不是 你不敢拉抗银 拉抗银就挺香 拉抗银有风险啊 买了挺多的 买了 买了 看这些全部都是晒的黄鱼竿 梅桶有黄鱼 买了好多啊现在 我还想吃生蚝烤生蚝 20 25 37 37再加15 50块钱吧 这餐50块钱 开心 要不要买点鱼 我挺想弄点鱼啊啥的吃一吃 肯定丑啊这个鞍康鱼 不用不用看一下 我们买了谢谢 感觉我们买东西真的跟闹着玩一样 他们抓鱼呢也跟闹着玩一样 你看这么小的一些 鱼 抓来干嘛呀 这么小我感觉根本没有必要抓 什么 该不带 这些黏鱼 对 他们说这些鱼很好吃 但是我感觉 还是太小了 它肯定 别放下去啊 别放在这里人家死了 你总不是要放生了 这种鱼很耐的 耐力很强的 它要咬人你知道吗 那么小咬人也不疼 有的鱼不是疼不疼的问题 它可能有毒啊 太小了 长大了之后再吃你 诶 死了没有 诶 我想吃 太小了吃不了 死了没有 没有没有 这个也在狗原残船 等着我放喝它 好了 今天就买了这些东西 这个蟹子15块钱 这个皮皮虾15块钱 30块钱 30加上22 52块钱 这么多排鲜52块钱 太值了 希望我们的视频 请我们走 拜拜 走了 你这个头发剪了 还不如不剪了 丑死了 哎呀 丑也一样用啊 这个10块钱3斤 买了一点 这个13还是16 16 16 累了 8是很大 超大的 放到里面吧 回去加工了 去哪里加工 酒店找个酒楼 你就在门口了吗 门口怎么做 门口好像有加工的 好 可以 再操作 谢谢 门口好像很多加工的 这里有吗 这里好像有 那你想吃了再回去 那时候连公交车都没有的那种 没有就是打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满足你的欲望 哎呦 好冷哦 没有啊 没看到啊 门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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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他们在这里卖海鲜 也是挺瘦 这挺冷的 对 挺冷的 真的挺冷 现在估计也就5度左右 你看手动得够呛 就拿了一下东西 动得够呛 现在我想跟着出海 套着钱跟人家一起出海捕鱼 不敢带 不敢带客人 太冷了 风险 对人家来说风险很大 没必要 到时候我们看一下青岛那边联系个老哥 让他们带我们去外面钓鱼去 或者我们夏天再来也行 夏天的话来这边玩很舒服 物价又便宜 对啊 我们第一次来就好喜欢日照的 对啊 很舒服 感觉就跟海南岛那感觉差不多 是吧 对对 太爽了